今天讲如何让你的Linux服务器免受暴力攻击 那就是在这边的话 我在Volture这边现在新建了一台无邦图的VPS 然后现在在本地电脑上 我通过这个party来登录 然后看到就是说我这边一直把密码输错 然后它这边就是说无法进入 对吧 然后就一直不停让我输密码 那这样的话就是用暴力破解 其实就是暴力破解就是通过这种办法 就不停的来试密码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VPS上面 安装一个软件 就是防止这个暴力破解 来SSH去登录我们这个服务器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工具是叫Fail-to-Band 那它的工作原理的话 其实它就是通过一个就是防火墙的这个规则 拒绝就是从一个IP地址就是尝试太多次数 用就是用密码来登录我们这个这个服务器 接下来我这边输入正确的密码 然后 好了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服务器先更新一下 好 然后开始安装 安装完之后我们启动这个Fail-to-Band 启动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运行状况 现在是在正常运行状态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配置文件 那它这边的话有 在Fail-to-Band里面有两个就是配置文件 首先第一个的话它是默认的就是是Fail-to-Band 这个configure的这个文件 但是我们不要编辑原文件 新建一个 我们新建一个local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进行修改 打开以后的话这些你看它都是默认的 就是默认值对吧 然后它上面的就是 比如说像这些option的这个log level的话 可以改成不同的critical error warning或者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上面其实不需要改 也没有问题 就是使用它默认的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把它的层级就是可以 它这个层级是逐渐从下往上是提高的 因为上面critical是最高的这个层级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就是info改成 比如说notice或者warning 或者你就直接留着这个默认值也可以 包括其他的这些部分也都是 像这个的话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auto一个是file 你可以留着auto 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用就是file 这个看完以后我们直接把它 我们直接退出 接下来这个配置文件比较重要 就是说是j.local 它里面有三个参数 这个的话就是是最多可以尝试登录的次数 这个是180它是秒 就是说在三分钟内最多可以尝试三次 那如果失败的话就会禁止就是900秒 就15分钟内会禁止就是在此尝试登录 好那我们就是建立这个文件 好然后把这段输入进去 好接下来我们重启一下file 然后把这段输入进去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运行状态 好现在它这边是正常运行状态 那我们先就是退出这里party 好然后我们用party重新来登录 输入这个IP地址 这里是 好用户是root 我密码先输错一次 好然后它这边跳出来提示 它说太多次尝试输入就是不成功 然后把这个关闭掉 好我现在在打开party的话 你看它这里就是一个 跳出来就现在是它是禁止的这段时间 它就不让我再登录了 我再用party再试试看 好它现在就是它一直跳出来这个 就是禁止我 现在是因为是在这个900秒的时间里面 就是禁止我登录 好现在再登录看一下 我这里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这个密码 好现在登录进去了 好登录进去之后 首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还是在正常的运行状态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日志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有两个看到 就是说JL的数量有一个 然后关于这个JL的就是清单的话是SSHD 那如果我们就是显示SSHD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Fill to get 然后Client status SSHD 好然后你看它这里的话就显示出就是说 Total那个总共有尝试失败次数是三次 然后就是这个清单的话是在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总共就是被封掉的是一个IP地址 就是我刚才尝试的这一个 就不能试咬我 就能试咬我 是 说 细节目 就是 我们